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那种怪石不仅能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 而且这种特殊的香味还能够吸引蜂蝶驱赶蛇虫 那么那种它有香味的岩石究竟是什么呢 它那种招引蜜蜂的香味究竟从何而来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南正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西南部 距离省会西安市200多千米 在县城的北部 蜿蜒流淌的汉江一路向东 最终汇入长江 绵绵一千五百多千米的江水 补育着汉中盆地数百平方千米的卧夜 而在县城以南 绵延数百千米的米苍山 将四川陕西两省天然的分割开来 南宋名将吴林 曾在山中修筑米坚城 并建立粮仓囤积军粮 后人便将这接连不断的群山 称之为米苍山 相传 在那连绵的群峰之间 曾有一种极为神秘的怪石 虽然石头的外表与普通的岩石无异 但是却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香味 口香了老远都闻得到 那个树头香的 像花一样的味道 附近的村民相信 那种具有特殊香味的飘香石 是上天对这片充满灵际之地的一种恩赐 也只有获得上天眷顾的人 才有可能找到那种具有特殊香味的飘香石 早青年 当地曾有一位药农 进入米苍山的大山深处 采摘药材 临近中午时 药农正准备休息片刻 忽然 一股特殊的香味 引起了他的注意 常年在大山中采摘药的老乡 从未闻到过这种特殊的气味 于是他便顺着香气寻找 找了整整一个下午后 他猛然间发现 这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居然是从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上散发出来的 药农将这块散发着香味的石头拿到附近溪流边清洗后 那股特殊的香味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变得更加的浓郁 更为奇怪的是 药农惊奇的发现 在这个季节的山林里 原本应该是一些爬蛇毒虫频繁出没的时候 但是这里除了飘散在空气中淡淡的奇异香味之外 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这些反常的现象 难道跟这散发香味的石头有关 石头为什么会发出香味呢 这种奇怪的石头究竟为何物 飘香时所在的地方 又为什么让蛇虫逃之夭夭呢 为了能够找到那种带有特殊气味的石头 揭开飘香时的神秘面纱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汉中市南部的南正县 一探究竟 一座座连绵的山峰 虫栏迭杖 蜿蜒起伏 一条条幽深的沟谷 兴罗其部 曲折营绕 共同构成了一幅 名利清新的山水画卷 当地的老人告诉摄氏组 这里确实曾经有过药笼 捡到带有香味的石头 但是由于过了太长的时间 加上那种怪石往往隐蔽在茫茫群山之中十分难寻 所以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出那种飘香石的具体模样 以及它的藏身之处 那么这种飘香石真的存在吗 那种特殊的香味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带着疑问 彻置祖前往 曾找到飘香石的米苍山腹地展开寻找 米苍山 地处秦巴山区 是秦陵以南第一座较高的山系 这里山高古深 林木聪裕 至今还有很多地方无人涉足 途中摄氏组发现 在附近裸露的岩壁之上 时常会有一些短小的木桩摆放在上面 远远的望去 竟然与古人放置的玄关有几分相似 仔细观察之后 摄氏组发现 这些木桩虽然高悬于崖壁之上 但是木桩的表面 却没有尘土覆盖过的痕迹 和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的玄关相比 有着鲜明的对比 那么 这些高悬于崖壁之上的特殊木桩 究竟是何物 它与传说中能够散发特殊气味的飘香石 是否有联系呢 为了找到那些崖壁上高悬木桩的真正用途 摄氏组来到附近的村庄展开询问 刚刚进入到村庄里 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 引起了摄氏组的注意 老乡告诉我们 这些将中间掏空的木桩是用来制作招引密封的封房 只要将两个木桩合二为一 再用竹条滚绑起来 就能成为一个可供密封七居的巢房了 与此同时 大家发现老乡制作的封房 与之前奢制组发现的摆放在岩壁上的木桩 模样十分接近 那么当地村民为何要将封房高悬于崖壁之上呢 仔细询问之后 老乡告诉我们 他们祖辈们制作封房时 常会在封房内放上当地独有的 一种能够散发芬芳气味的飘香石 因为那种特殊的岩石 不仅可以将蜜蜂引入封房 还能使蜂蜜的产量大大增加 但是如今那种飘香石十分难以找到 老乡们只得将那些封房 放在陡峭的崖壁上 以此来吸引蜜蜂钻入筑巢 一向是用这种石头吸引蜜蜂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摄制组感到十分好奇 百姓传说的那种特殊的飘香石 不仅可以散发香味 而且还能够吸引蜜蜂 那么那种带有特殊气味的飘香石 究竟在哪里呢 老乡告诉摄制组 在离村庄不远处有一片密林丛生的山谷 据说养蜂人的祖辈们就常常来往于那里 更为特殊的 在那片群山之中还有一条满是巨石的河谷 谷中的巨石上还布有很多树植向上的圆形坑洞 当地百姓传言 那些圆坑就是养蜂人采集飘香石之后留下的 为了寻找那种带有香味的飘香石 摄制组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距离村庄 十余千米外的一个山谷之中展开考察 在山谷中穿行了半个小时 一条宽阔的河谷出现在摄制组面前 平静的河道两侧横卧着许多巨大的白色岩石 仔细观察之后 摄制组发现 这些深坑的外形极为规整 并不像开枣取食之后残留下的 那么这些圆形的坑雪究竟是干什么的 它们又为何会出现在这条人际罕至的山谷之中呢 那些深坑又与能够散发香味的飘香石 有何关联呢 能够散发香味的岩石 河谷中奇异的深坑 也引起一位专家的兴趣 他来到南郑 对传说中的飘香石展开科考研究 陈绍峰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 对汉中地区的地质地貌 有着近三十年的深入研究 跟随专家 考察组来到山谷中 对那条布满白色巨石的河道展开科学考察 来到河谷中 专家发现 河道中那些规整的圆形深坑 大多分布于一种色泽洁白的岩石之上 为了弄清那些深坑的用途 专家建议队员们 先对这种岩石所含的成分展开研究 你看它这个纹路 刀砍的这个纹路 从这个颜色和刀砍纹的特征看 这都是标准的白云制灰岩 专家告诉我们 白云制灰岩属于石灰岩的一种 在我国的石灰岩地区 这种岩石的分布极为广泛 而这些规整的圆形深坑 显然并不是当地百姓 用来开采白云制灰岩而留下的 那么这些深坑又是否是附近村民 用来采集岩石内部某些物质留下的呢 专家建议对河谷展开更大的考察 在河岸边 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长满青苔的岩石上 一股清澈的流水 正从岩石的缝隙间缓缓流出 从那个水温来感觉呢 它和旁边河流的水温呢 相差比较大 它比较清凉 有点肾骨 通过考察 专家发现 从出水口流出的水流 不仅水质洁净 温度也相对较低 陈绍峰推测 眼前的流水应当是一眼泉水 而非河流的出水口 结合之前的发现 专家得出了新的结论 可以判定地表的岩石 和地下潜塑的岩石 它是一样的 都是白云质灰岩 专家向我们解释说 白云质灰岩 主要是在海洋环境下 由动物的骨骼沉积形成的岩石 而天然矿物的形成 大多是因为地下岩浆上岩 使周边岩石重新结晶 形成可供开采的矿石 在这些白云质灰岩中 很难形成含有特殊矿物的石头 更难以形成传说中 那种可以散发香味的飘香石 那么河谷中 这些散布的圆形坑洞 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那些曾经寻觅飘香石的养蜂人 有为何常常出没于这条山谷呢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组对眼前这些浑原的深坑 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考察 你看它这个圆的这个成洞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 这些深坑不仅外形浑原 坑穴内壁也同样打磨得十分规整 并且不少坑穴之中 还留有些许腐朽的木桩 那么 在如此优深而又人际罕至的山谷中 当地人挖澡这些圆坑 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考察组前往当地史制办 通过查阅资料之后 考察队发现 这条山谷 在古代竟然是 米仓古道经过的地方 这个历史时期的米仓道呢 由于处在巴山腹地 在巴山的中间 也就是说把川北 和汉宗和关宗连接起来的一个主要大通道 专家告诉我们 山谷中的这条道路 是秦汉时期修筑的米仓古道中的一部分 它纵贯秦巴山区 连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而河道内那些浑源的坑雪 则是古人架设桥梁时 开凿而出的桥基 如今千百年过去了 经过流水的侵蚀 那些圆形的木桩 早已不复存在 只留下这些圆形的坑洞 记录着这条山谷 曾经的过往 原来这些浑源的深坑 是古人们架桥铺路时修建的桥基 虽然在山谷的考察当中 大家并没有发现那些能够飘散出香味的香石 但是专家告诉我们 在那条满是碎石的河道当中 还是有新的发现 河道之中的岩石 似乎在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下 发生了十分复杂和特殊的变化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各种各样的怪石出现 都是有可能的 专家建议大家逆流而上 寻找出现反常的地方 也许会找到新的解册 那么接下来 考察组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于是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组沿着河道向上游行进了十余千米后 一个古村落出现在考察组的面前 宁静祥和的村庄显得别具一格 当地老乡告诉考察组 几天之前 曾有人上山砍柴 发现了一种具有香味的物质 虽然没有百姓传说的飘香石 那样近人心脾的香味 但也独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这样的消息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那位老乡捡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跟随向导 考察组来到那位老乡家中 老乡您好 跟您打听一下 咱们这有一种非常香的东西没有 有 您给我看一下 老乡将木盒打开 只见红纸上 沾落着许多 形如泥土一般的物质 这个就是啊 对 好像确实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对 那么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它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飘香石呢 通过观察 考察队员发现 这些棕色的物质质地较软 几乎成颗粒状 腐烂风化严重 究竟为何物 一时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专家建议考察组 跟随老乡前往山中 寻找这些带有香味物质的来源 进入山中 参天林木 潺潺流水 接连不断的群山 茫茫沧桑的临海 让考察组的寻找过程 显得十分艰辛 在老乡的带领下 队员们来到一片相对宽阔的空地 他告诉考察组 不久前 他就是在这里意外地捡到了这些带有香味的物质 于是考察组开始在周边搜寻 一番寻找下来 考察组并无收获 这时陈绍峰在附近发现了一些动物的粪便 专家推测 那些犹如泥土般的物质 或许是某种动物携带至此的 但是究竟是何种动物带来的什么物质 专家一时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于是陈绍峰建议 借助红外照相机 对附近出没的动物进行观察 考察组找来红外照相机 架设到树干上进行定点拍摄 那么架设在树干上的设备 究竟会拍摄到哪些动物的照片呢 还有与传说中的飘香石有何关联呢 经过两天的漫长等待 考察组再次来到放置红外照相机的地方 陈绍峰将相机取下 对拍摄到的照片进行查看 专家告诉我们 专家告诉我们 通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很多平常不易发现的野生动物 比如黑熊 豹 黄猴雕等等 其中一张特殊的照片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只见它身形矮小 长相与鹿有几分相似之处 陈绍峰告诉我们 这种动物 学名叫林舍 是一种鹿科动物 由于其天性胆小诺切 只在早晨以及黄昏才会出来活动 居住在山下的百姓 不太容易见到这些野生动物 而那种带有香味 形如泥土的物质 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这些动物 专家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说 由于雄性林舍在成年之后 便会开始分泌舍香 这种物质 不仅能够散发出特殊的香气 还可当作药物来使用 神农本草经 本草钢木等诸多本草药底 均将射香奉为诸香之冠 药中的真品 陈绍峰告诉我们 虽然考察组暂时还未找到 传说中的飘香时期 但是通过一番考察下来 专家发现 在汉中这片土地上 不仅生活着林舍 还生活着有着秦岭四宝之称的 大熊猫 猪环 金丝猴 灵牛等珍稀动物 这些都充分说明 汉中有着十分优良的生态环境 那么如此特殊的自然环境之下 真的可以形成那些 能够散发香味的怪石吗 考察组在南正这片不大的区域 发现了一里悬崖上的风房 通连四方的蜀道 以及射香这种珍贵的香料 但是那种可以散发香味的香石 却始终不见踪影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米苍山上还有一种神奇的岩石 这种岩石具有一种奇特的纤维结构 能够制作成布料 用这种布料做成的衣服 不仅不怕火烧 反而会在火焰烛烧下 变得奇妙无比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呢 它与我们要寻找的那种 能够散发出香味的石头 有什么关联吗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带您探索答案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